2016年郭信淳受邀为统一师队开筹 举起上百公斤杠铃的他竟然也被举起 统一师队绿色坦克高国庆当场公主抱起郭信淳 还做了两下深蹲 让郭信淳超级害羞 频频用手遮脸就像是小女孩一样 高国庆看起来毫不费力 而这一报还复制一次 2018年11月两人出席关怀杯棒球赛记者会 高国庆再一次将郭信淳公主抱 如今郭信淳顺利夺下奥运金牌 高国庆也在脸书转po 自称可说是举起金牌得主的男人 还标注第三次两人互换好了 郭信淳替台湾夺下本届奥运第一面金牌 绿色坦克高国庆也在台南球场透过大荧幕观战 就是有一点分心啊 那当然这很正常嘛 因为郭信淳出赛 大家都不是注目的焦点 大家都很关注 我觉得这五面金牌对他来说应该是 是基本的吧 那未来他哪个十面应该没问题 网友纷纷留言说国庆真男人 但真的有不少人敲碗 想看女神把国庆举起来 希望两人还有机会再次同台 重现经典桥段 三选零八选清 看到不到